每當假日時 又似買一對 到了星期天 我們又相聚在一堂 楊振耀你到了沒有? 我當然到了 楊振耀你到了 是吧? 但為何好像躲在一個山洞裡說話 不是啊 從山洞裡來嗎? 剛才很遠啊 走得好一點 走近一點 剛才上來 在我剛才臨上來做節目之前 我在晴天找了一本名相的書籍 去看榴槤 你有沒有興趣知道四月份有哪幾日是好日呢? 我相信 最重要是寫明是怡家翠 哇 很大的字 紅色的 怡家翠會不會是四月一號的愚人節 不是 或是四月四號的兒童節 在四月二十三已經過了 二十四日 及今天二十五日 阿蘇 趁快了 因為除了這三日 其實整個四月份 好日 真是值得拿一個紅色去做一個好日 只有這三日 即是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日 其他日子可能有一些 都是移開張 移家趣的 但都沒有這三日這麼好人 那你MISS了呢 即是大錯注成了 是啊 我的手還大錯注成 我現在告訴你 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當你說這個 大錯注成那句的時候 不是 當你說可以今天是宜家趣 那樣 我高興到 竟然我正在燒口煙 那口煙有一塊煙灰 在我的手指四那裏 手指四 那我同一隻手拿著煙 於是不知道 拼得一支煙來 還是拼得我手指上那塊火 誰知我拼火的時候 那個火已經開始在我的手上燃燒 於是現在我的手開始起泊了 不行 我現在又要落晴天借醬油來塗一塗它 我發覺這件事很奇怪的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相信是 中國人在古老教落的好面 就是你錄親手 就找些 醬油去塗它 有蚊咬 就舔點口水下去 那個蚊爛那裏 就不會癢了 如果拿碗湯 你先拼誰的口水 自己 自己的 人家都可以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意思是 舔你的人不介意 不是楊先生你不介意 還有一個就是 例如你拿碗熱湯 熱得很厲害 辣出手指 立刻拔著耳朵 這個是有科學根據 那當然是 你的耳朵 據聞人體最良的幾個部份之中 耳朵算是其中一個部份 耳朵定 對不住 如果大家是雞嘴耳的話 就不幸運 很難按到 對不起 這不是你的科學根據 根據這個科學來講 在耳朵那裏 最少神經線 所以你要拿到耳朵 那又怎樣 所以你拿到耳朵 但你撕下去就不痛了 耳朵不痛 耳朵的時候 你傳了些熱去 於是 最少神經線 最少 這樣就不會感覺到熱 真假 所以將來你試試 為什麼人們喜歡 把耳朵放在耳上 為什麼不放在眼上 或者放在鼻子上 或者不放在嘴巴 或者不放在嘴巴 因為嘴巴痛 放在鼻子上 不過非洲 好像有些 未來開發的民族 都是放在鼻子上 穿鼻子上 有些印度族的 安粒在額頭上 不過 中國人之中 也有一個 不過他天生上來 好像印度族人 你知道誰嗎 誰啊 施加燕小姐啊 不是吧 有錢也少得鬼推磨吧 你剛才說 在額頭上 雙粒鑽石 額頭上有裝飾 這個做法 好像唐朝有 中國人 在額頭上 有點豬沙 這件事我不清楚 你不知道嗎 有的 有點豬沙 不過 七日先起 從粵語片來講 就不空做那些考證 是吧 什麼朝代都是這樣 你覺不覺 什麼朝代都是穿那些氣服的 如果你看回以前那些 七日先的粵語產片 譬如說 很簡單 這個 講秦子王 滅六國 六國大風尚的時候 他是穿那種那種氣服 可以去到明朝 又是那種氣服 甚至清朝 都可能是那種的 就是 我相信清朝 就比較講究一點 就是太近了 我相信現在還有些清朝人 仍然生存在這個世上 有 有 譬如我現在做明朝 沒有人屬於這個明朝的人 還有沒有人 現在生存也沒有 沒有得爭招 如果你是秦子王的時候 沒有人 清朝都有 有些遺老 我最近看過報紙 好像有個人 自己認是這個溥兒的弟弟 是嗎 是呀 就懂得打 不知什麼五行拳 是 高手 好像武當派的高手 當年 離開宮廷之後 上山學了一套 好武功 另外 好像北京 仍然有三個 演治 即是家做和尚 但是當年的太監 好像仍然有三位 即是遺留在世上 那天呢 我們在這裏看 即是我和朋友在這裏看著一些電視 那樣呢 就 即是看著粵語殘片 那樣的 突然間大家發現一件事 就是 究竟有沒有武功這一回事 那樣 即是我們 你想聽專家的意見 還是想聽一些 即不是專家的意見 我知道 一要聽專家的意見 我們又要休息一會 等於這個專家 會回氣 會回氣 亦都是想一下 他怎樣才可以成為專家 對嗎專家 專家 你又到你的時間 剛才講到武功的問題 這個 無知的少女 蘇思皇 就在這裏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有沒有武功這一回事 即是想當年 即是我們現在看很多 古龍 金融 梁雨生 那些 武俠小說 我覺得 即是我會很 好 好 應該怎麼說呢 即是我會很 你已經講了一盞茶的時間 一會兒 講這個武功的問題 不如我們 嘗一下怎樣駐鄉 小駐鄉 我業別國家駐鄉的時間 你也講講這個武功的問題 是 專家的發表這些意見 即是如果你有留意這個 國內的消息 你會發現他們 即是自律在研究究 有沒有這個武功 或者內功這回事 發覺這個內功和這個氣功 其實都是有存在的 當然有些東西神化了 譬如說 你憑空隔幾下長遠 一掌打一棵樹 這樣 這個就沒有什麼可能 但即是近一點 打磚 用氣功 掌心 運氣用那些耐力打穿 沙子 或者用一些儀器的尺 那是否有一道光徑的力 由掌心出來 發現是真的有的 尤其是最明顯的 你有沒有聽過一些 那些叫做 手力治療 那些叫做 譬如你是風濕的 指壓 差不多 你是風濕的 他那種人 就懂得一種叫做氣功的 可以將你的穴位 推翻正常 你不用風濕的 或者經過他按摩 其實按摩都可能是內功的一種 不過呢 即是收養得未成真氣 那你就按完之後 你就行走如常 這個人是將他的真氣灌輸入你的體內 沒錯沒錯 假設如果這個人已經去到九級 即不是廢爐 九級真氣的話 他又可以將九級全部灌輸入你的體內的話 你也可以做一個有氣功的人 那指揮他的非禪手臂 其實真是很簡單 我相信以前 除了皇帝有這麼多錢 還有這麼多人力 起這個城牆這麼高之外 民居那些牆都是很矮的 一步又纏過去 或者尼巴 但完全以為非禪手臂 會不會像現在的世運會 跨欄高一點 跨欄高一點 至於較詳細的情形 交通消息之後 再為大家分解 好了 剛才我們講過一件事 武功的問題 非禪手臂 我們在交通消息的新聞之前 講過了 不過這樣 除了剛才我說這些圍牆夠矮 或者是牆不是意大利的批檔 本身不是很滑正 你不要說跳過牆 你爬上牆頭都很容易 因為有很多磚 很多粒位 你可以把腳押進去 相信 甚至乎你會見到很多牆中間 有些槍花 很容易被你踩進去 所以爬牆根本很簡單一回事 反而最嚴重的地方 在乎怎樣上牙片呢 因為牙本本身很脆的 這個就是非 輕功不可 輕功我們暫且放在一邊 繼續我們的牆頭 以前這些人可以 嘩 這麼好 內功震塌牆呢 其實不是內功好 蘇小姐 是那個建築化學 這些牆的材料 裡面沒有鋼筋 可能是泥糊成的 其實你不需要耐力 日子內裡面的水分精發了 牆都自己都想塌那種 是嗎 尤其是 尤其是 我相信 在這個牆的時候 未必是不值的 即是不是有康禄大廈那麼值 那牆可能有點歪 你輕輕 不要說什麼 關西亡那麼大隻 走過那裡 等個女友的時候 靠一靠半牆 可能已經崩了 人家就是神法話 這個大隻佬 有內功 其實就不關這個大隻佬 大隻佬都不知道什麼事 是 對不對 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 至於輕功這個問題 可以這麼說 直至到清朝的時候 仍然都有這個販賣人口 其實 賣了蘇斯網為皮 如果加到不好的話 對不對 我以為為妾 為妾 為妾 就是 這個中國人 就是善這件事 很好等閒 人口 是一個很主要的勞動力 但是又很難賤 嗯 會輕功的人 其實可能是 餓了20天 沒有飯吃的那些人 嗯 還有就是 你做得鼠虧狗偷 嗯 當然是環境不好 對不對 難道真是 你做著大富佬 你就會晚上琴場嗎 嗯 環境不好的人 肯受 肯受肯輕 對不對 爬上牆頭 雅面不爛 這些人被誤傳 以為他會輕功 其實可能已經受到一隻殼 被迫 會輕功 其實他真的不曉 對不對 這個是很相當的 我覺得 是很棒 那我們這次 真是多謝楊博士 亦都是專家 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這說完了 而且不要緊 我們今天有個數小時的時間 你可以繼續講下去 一盞茶時間 那我們就很少得到 在節目那裏 請專家上來 或者請教授博士上來 是不捨得離開的 今天很高興 繼續得到楊博士 楊教授 要這個蘇博士請專家上來跟我們談談 剛才我們已經略略講過武功的問題 亦都講過輕功、氣功 很簡單、很粗略 而武功之中 我們知道暗氣這回事 暗氣 暗氣根據本博士研究所得 不是什麼武當派、鵝眉派、清城派傳出來 而是一派叫做查博士派傳出來 而這個查博士派 到香港目前來講 仍然有暗氣之道流行在民間 香港都有 最初是怎樣呢? 最初是在北京傳出來 因為北京是繁華之地 繁華之地就是很多不同的享受 對嗎?蘇小姐 對 民意為天 阿食 剛剛加了五分 食為天 北京最多食物 多到不得了 其他的 例如江南一帶 甚至北方下來一帶 所有最棒的食品 都拿去北京 可能有些黃酸貴界 好了 有一天 有個客人去北京某大茶樓吃東西 吃完之後賺好數 那裏寫明加一小醬 他打算加一就不用給貼士 隨便擠到一文錢 伙計很不高興 一文錢一扔扔給他 從此就開始了這個 暗氣的源流 是 扔回那個客人 拿著 我不要這一文錢了 這樣就扔出去 是 那些伙計 會不會是否剛剛 堪證這個客人的波羅蓋 這個客人從此以後 這個客人其實本來 不是 不是 本來就有少少 這個 風濕的了 他一扔 客人一怕 你怎知道扔什麼 桌面那麼多東西 他不知道拿著一文錢扔 他知道就好像何詠卿 即是 撲一架接著一文錢 他不知道 以後拿竹筒也好 瓦碗也好 怕 傷失發現跪跪跪 從此呢 就不能走 人家就誤前 哇 這個北京樓頭有個伙計 哇 無功了得 釋放飛前 即是 現在這件事 當作是暗氣 從此 這個伙計也以為自己的暗氣 開始每天去扔 每天去扔 每天去扔 這個發指手力不好 這個伙計每天在抬米 拿菜 拿出拿入 搓那些大包 搓麵粉有很多力 所以 既然手力那麼好 扔一元錢 真的這麼厲害 所以你這個暗氣之道 根據我研究所得 在北京的茶樓傳開來 是這樣 我們就知道 以上 楊博士解釋得很清楚 我相信廣大的聽眾 也深入了解到 還有什麼想問呢 而我相信 我代表廣大的聽眾 還有一件事 我很不了解的 就是 有很多 我相信 現在仍然有人在玩 例如 詠春派的拳 至於拳來說 真的有得練 是嗎 他有練 拳不離手 這件事 可不可以在 一盞茶 的時間 你又為我們 講解一下 這個拳法 首先要聲明一句 楊先生不便 批評 國家各門派的拳法 首先 中國為何要練拳 講講這個 好嗎 好 楊師傅 我們今天很高興 請到你 不要抹 對不起 我當你是關得輕 我叫你師傅 不應該 我不應該叫你師傅 這個專家楊博士 剛才我們講解到 權法的問題 而蠢頓的我 就開始不明白 為何 現在我們不見 有人再練暗器 也不見有人 念輕功 而他們 唯一還剩下的 就是拳法 究竟這個拳法 如何演變 首先 我剛才講 你問錯的問題 為何不練輕功 輕功是有得練 譬如現在 都有人把沙巴 綁在腳上 盡力地按 跳彈床 不是 我現在可以 不知我的愚見 合不合 楊先生 你認為現在的輕功 會不會是 最代表性 輕功的人物 會不會是 參加這個 世運會 例如跳高手 參觀跳 跳遠手 那些就是代表現代的輕功 也可以這樣說 但這件事可以練回來 例如你綁一些圓條 在腳那裡 腳刮囊 每天練跑步 背著三百米 跑衝車 旗山跑下來 這件事我相信 自知有幸就可以了 沒錯 聰明的聽眾 亦是我們會學到的 因為為何 在數年前 不知道博士有沒有 留心到 我們有個公仔商的片集 曾經很直接了當地示範過 就是教這一個打排球的時候 他們 彈力 要十足 要掛這些圓條 沒錯 暫時按下不表 這個暗氣 為何會漸漸沒有人用呢 基於兩點 第一點 香港市政局 嚴禁大家拋垃圾 你知道暗氣未必實中 尤其是你學到 只有兩三成火候的時候 不中就跌落地 跌落地就要抄牌 抄牌就罰錢 所以漸漸開始有些失傳的傾向 我都不是 一點點不同意 一點點不同意 我覺得 對不起 你覺得怎樣 我的愚見就是這樣 我覺得 不知道會不會 陷入我們中國的武俠 武俠 演變了 全部去世衛會 例如暗氣 集標槍 集標槍 圓球各樣東西 而香港人 亦都不可以說 沒有人去練這個暗氣 你都中過一次 想當年 想當年 我都中這個飛劍 那個好像九陽神功的真氣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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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實實 這個氣 要分明氣暗氣 在世衛那些人叫做明氣 因為不能藏 鏈球那麼大 你出身 哪個部份 你說 是不是 這個鐵頂這麼大 你當沒有大嗎 難道走出街 你看到你的鐵頂 你扔之後扔人 這叫做明氣 如果對方給你扔中 抵死 這個明氣這麼大 沒理由扔得中 但是這個暗氣 正如Hard 2 19樓那種 由19樓飛下來 對面街飛過來 這種就叫做暗氣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口碳 擁擁共 可能沒有的 但是他有 那就叫做暗氣 至於暗氣 就是剛才我說 香港又抽牌了 這個就是令到他色味的原因之一 第二 就是這個暗氣的成本 不斷上升 嗯 你很貴的 就是譬如 我用一個一文錢扔你 不死得人 太輕了 我拿個五元扔你 太貴 貴了 即近來的東西太貴 或者我只是打一個金錢錶 金錢錶都廿皮 你怎麼扔得下手 你怎麼可以發暗氣 根本發不到 除非你能夠練習到 就是責業非花可以傷人 但是這個就是 很深的學問 很難練的了 嗯 是不是這樣說呢 是的 我們還未 對不起 權術 我們還未講權術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讓專家來喝一口茶 然後我們繼續講權術 標準時間六點正 大家都不止休息了一盞茶的時間 已經休息了很久 兩罐汽水的時間都有 是的 剛才我們很不好意思 撐亂了歌病 也是撐了很遠 麻煩你先撐過來 我們現在就是楊教授 要跟我們講解一下 大概這個 為什麼中國人要練權術 這麼多派 說起來 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兩匹幾步這麼長 也是中國人的新宣史 可以這樣說 誰最先發明火藥 你一定說 中國人 就是諾貝爾已經很厚了 但是最慘的是 發明了這個火藥之後 正用來放煙花 國慶那陣放給你看一下 消化肥肥肥 沒有什麼實用的 這個火藥 沒有什麼實際用過 更加不要說 用來發展武器 另外 就受到這個儒家的影響 這個君子 要真的很正直 就不可以暗箭商人 對不對 於是乎 大家覺得 我又不要暗器了 但是我又沒有這個 楊鬼子的槍炮 別人發現一早 手槍 就是這一類暗器 也可以這樣 於是乎 唯一要打人的 唯有赤手空拳 對不對 不是怎樣 你又不喜歡 就是帶武器出街打人 於是就練 將這些 身體發膚的部分 我來練 希望練到 雙手變成棍子 又所謂的棍子 所謂的棍子 就是希望能夠練成這樣 當然從而 就希望 健底強身 都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相反來說 你會發現 究竟一個大隻佬 右手好像鎚 左手好像鎚 左手好像鎚鎚 好打 還是一個好像 鄧忌陳 身材大 拿著M16的好打 你會發現 其實不需要練得這麼大隻 如果你拿著M16 你這個科技先進的話 一秒鐘 噴幾十顆子彈出來 就已經什麼都夠了 所以我說 說起來是新宣史 如果當年是個好好利用火藥 或者利用科技 進步到 即能夠發展得好好的話 又不需要這樣練拳術 當然拳術 健身 亦都有它的好處在 畢然一個是見到新的 不過我又不太主張說 練死拳 練死拳 譬如現在很多小朋友 又不懂 譬如說 坦海那些武術雜誌 看了一段 哇 李小龍打沙拋 打牆 以前廣州 那裏 十三行 有個人 每天走過米倉 打過米 打了幾拳 結果打了二十年之後 一拳打死了一隻牛 於是在家便拼命打牆 打到那些手 總腳又總 這件事叫做練死拳 好嗎 好 講得不精彩 講得不錯 當然要 怎會這樣說 你講得不精彩 好了 總局來說 都不可以總局 講完沒有 以專家的意見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儘管問 暫時沒有 我們儘管要休息 一貫氣水時間 我們等下繼續 還喝氣水咳 這個蘇女士 我就可以 借這些時間 再和你討論一下 武術的問題 其實中國人 練武術 真的挺均真 均真 均真 如果純粹練拳 就這樣說 赤手空拳 大家打 練武器 都很少練暗器 真的 譬如我練把關刀 把關刀真的六七尺長 你看不到 你真是盲的 或者我練棍 習慣到五六尺長 練劍也起碼三尺 是吧 那這些 這些利器 就不是很方便 帶出街 很明顯 其實是強身為主 你說有幾多個 真的好像在月雨殘典 那樣 鬼鬼拿著大關刀 走出街 沒有理由的 其實 但是 西洋人士 就很少練這類的兵器 你印象中 你覺得西洋人士 有什麼兵器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兵器 就是劍 刀 差也有 其實沒有其他特別的兵器 但是 中國人特別兵器多 亦都反過來講 就是新宣傳 如果有機關槍 就不需要那麼多兵器 是吧 就是 權術 大家都知道西洋拳 就是上盤 腰打以上的地方准打 以下的地方不准打 其實就是 作為體育運動的未嘗不可 如果作為真的 我來說 他們的蘇斯網曾經提及 我聽你的節目 有聽你的節目 你說你小時候 經常想打架 只是打上盤 都不是辦法 我覺得 中國人都好像很多 其他腳下的功夫 譬如 譚腿 馬步 跳扎 挺好的 這點 這點 一定啦 是吧 潮流 這點 就是 好像肯定那麽裹 例如 聽歌 這個是比較近期些的潮流 我相信 練舞這點 就是 潮流比較長些 我自己觀察到 有幾個潮 第一個潮 是為貴隆有儀 即是不在這個朝 是皇宇的小朝 尤其是皇宇的皇宇 你都很誤會 你怎會穿這套衣服 在武館那裏紮著手來練習呢 是不是 這集拍這個《龍虎鬥》 是我印象中 是開了這個民初打鬥片的先學 嘩不能彈 亦都是小弟看的第二套國語片 第一套是《勞客與刀客》 厲害了 第二套已經這麼多話說了 皇宇在戲裏練那些鐵砂掌 有什麼人看的 一個很大的鑊 裡面有一些鐵衣服 手插進去 練這個鐵砂掌 很可能因為是文初 令人信服能力好像比較大 如果你說那個人是很久以前的秦朝 他練功 就當神話故事這樣看 文初你們覺得很親切 那時候有個潮 我相信 會不會在皇宇朝之前 我們有一個 惡華 惡華 不大的 原因就是 那時候全部都是古裝 古裝沒有親切感 令你去練的親切感 有一個崇拜的一個 你只可以崇拜 但你不會因為他要去練 你說一個人的劍法很厲害 我去練劍 做女兒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我自己曾經 你知道 那時候 那時候是不用學 不用學 不用學就已經認識 那樣東西 我發現 就是 濫漿被單 那樣就已經是於素秋 這個是想模仿 要分清楚 不是學 不是學一樣 實實在在 你覺得可以成事的東西 就是模仿 但真正正 你打算滴了心 我去學 我本人相信 就像是黃宇這個自己 鐵沙掌 我練完之後 一砍牆牆就倒閉了 那樣 然後 這個潮過了不多久 就淡忘了 不是說 真的忘記了 每個都不去學 沒那麼熱烈 直到李小龍回來香港 潮流再起 同不同意 這個是同意 全部 一窩蜂 有興趣 沒有全部都去學完 哇 百花齊放 這個潮之後 到現在來說 反而都沒有正式跌過 因為 譬如在我的朋友當中 有很多 十二三歲的十分仔 迷李小龍迷到不得了 到現在為止 市面如果有畫賊 你有李小龍 嘩 他都買 嘩 嘩 腳原來這樣踢法的 學 仍然有人這樣做 這個潮 我想到現在為止 仍然都可以繼續兩三年來 嗯 原來是這樣的 我們就很感謝楊博士發表這麼多意見 這些叫偉論 楊博士 如果你有空閒的時間 我希望你留在這裏 我們等一下得到楊大廚上來 煮另外一道菜式給我們 如果你有空閒的時間 你真的請留步 然後試一下我們楊師傅那些 真的是楊師傅那些 楊師傅那些手勢好嗎 好 教科書售價進行調查 發現小學一年級的教科書售價 平均到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二 而中學三年級教科書的加幅 也達到百分之十七 令到整套書館的售價超過五百元 本台下次播出新聞的時間是一點三十分 商業一台節目精 戲劇歌曲羊羊繩 商業一台大擺夜廳 天氣好不好聽我就知道 根據本港天文台發出的消息 在中午太平洋上的熱帶低氣壓 集結在馬尼拉東北天東約一百三十海里 向西北天西移動直吹呂宋 時速十二海里 一度低壓槽 由西向東伸展 橫過黃南 預測下午及今晚吹輕微笑和換西南風 除各部地區有幾陣驟雨之外 下午天色晴朗和天氣酷熱 天氣展望太平洋上的熱帶低氣壓 將於明天進入南中國海 因此預料在星期日較後時間 本港天氣漸轉惡化 十二點的室內氣溫是三十二度 濕度是百分之七十三 以下是熱帶低氣壓的中心位置經緯度 在中午十二點 熱帶低氣壓的中心 約在北位一五點五度 東京一二三點零度 預測下午及今晚吹輕微笑和換西南風 除各部地區有幾陣驟雨之外 下午天色晴朗和天氣酷熱 天氣展望太平洋上的熱帶低氣壓 將在明天進入南中國海 因此預料在星期日較後時間 本港天氣漸轉惡化 十二點的室內氣溫是三十二度 濕度是百分之七十三 海邊當中導臨 豪子